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就和大家讲三个话题 两个就与环保有关 另外一个就与的士有关 总之都是一些很生活化 很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先行先事 谢展玮接受电视访问 就讲了少少成果出来 去和大家看看这份成绩表 因为数字上其实都看到些端艺 还有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不关自己事 因为这份成绩表其实对于8月1日 究竟会不会顺利推行垃圾征费 是绝对有影响的 好了, 接着第二个话题 两天之后4月22日星期一 禁止交餐具 有位港女拿着一支木匙羹 食足食到崩溃 去和大家讲一讲 虽然我本人不喜欢吃粥的 但是也要照顾其他喜欢吃粥 又或者是吃面 吃其他东西的人的需要 因为吃面有时候除了用筷子之外 用筋可能去盛下馑吞 盛下其他配料来吃 都是很多人的自爱 所以木匙羹食足食到崩溃 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更多这种情况发生 更加要拿出来说 以及以环保之名去骑劫他人的食物选择 这事是并不道得的 好了, 第三个话题 有个的士司机在网上说粗口 去骂一个内地下来的旅客 乘搭的士时 是逼自己一定要收内地微信之负 今次我支持的士司机 因为我看完整个内容 稍后去和大家慢慢开估 在节目开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壁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环境局正在就着垃圾经费进行先行先试 并且由区议员协助进行问卷调查 接着在今天 谢展宏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表示 先行先试的参与度不同 举例, 政府大楼和院舍等有管理的大楼 参与度是百分百 大家要留意 为什么参与度是百分之一百 每个都参与这么开心 因为这些大厦是被人上班用的 上班为了赚钱 为了赚钱大家像一只牛马 老板叫你做多些东西 你也要继续做 跟清洁工说 你以后就要转用垃圾胶袋 老板叫你这样做的 那你当然要跟着做 除非你博炒 还有一件事 去得这些大厦的垃圾胶袋 不是某个员工自图腰包给钱的 这些是公数来的 阿公给的 老板给的 对于任何一个顾员来说 你叫我转第二只胶袋 就是第二只胶袋 反正又不用我给钱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大厦的参与率能够去到百分百呢 就绝对不是因为这些员工爱好环保 不是呀 因为纯粹他们是上班的 好了 接着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 对于一些三毛大厦 原来的数价只有一成多 另外 C楼的参与都过半的 即是你当是五成 或者我比较你当六成 谢展文就表示 特别关注市民在试用的时候的感受 就说 有超过一半的居民观感就有落差 少数人就认为 做垃圾分类减废是好事 大多数人就认为这样做好妖民 三毛大厦只有一成多的人 其实这个数字是很危险的 即是说 原来有百成多的人是没有跟着做的 当然了 现在是先行先事 就不应该说第一时间立刻罚人钱 好了 究竟去到将来8月1日 好像这些三毛大厦 真的正如这个数据所反映出来的 如果有百成多人 或者没有那么多 有七成有六成人 没有跟着用胶袋的时候 是不是立刻罚钱呢? 是不是一捉到立刻三千 还是不知千五呢? 那究竟政府想着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还有 对于一些私楼来说 只有一半人用的问题都已经不小了 因为你私楼是代表了 你有物业管理公司 你有保安 你有物管 有清洁姐姐 所有人的帮手配套配合 原来都只有一半人愿意去用的 反映了什么呢? 将来居屋、私楼、公屋全部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私楼有这些配套 有人去帮你收拾 其实公屋都有啦 居屋都一样有啦 现在的数字告诉你 只有六成人去用的 将来有三成有四成人 没有跟着去用的时候 又是不是第一时间即时捉完这些人法呢? 是不是8月1日的时候即刻捉呢? 如果政府真的拿正来做 假设他有方法真是 个个都能够捉到的话 我相信可能过了8月1日之后 香港就不会有千亿财尺 应该可能一个月内就能够还債了 不过在同期来说 会有很多人破产而已 还有啦 三毛大厦其实他们的概念 同样是包含了一些围村呀 一些村屋呀 总之是没有物业管理公司 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自觉去做的住宅大厦呢? 那究竟政府开始有计划 有措施增加他们的使用率吗? 会不会就是说 去到8月1日 我们这些住在正常大厦的人 就是我们奉公守法就跟着用啦 但是其他那些没人看就不理了 话之理了 那万一出现了这种状况 政府的Plan B又在何处呢? 会不会到其时放天下之大谋就是说 因为我是三毛大厦 所以就成为了 好像以前九龙城寨那样 三不管之地了 喂!我们无事法律了 我们乱丢了 好了 对于这种情况 政府会有什么包底 又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政策 去鼓励使用率先 这些都一定要交代啊 好了 然后继续看下去了 谢子文就说 有些软射就反映 指定袋的形状有问题 因为大的平口袋 扔垃圾的时候 就会整个袋 就是叫做扯进去桶里面 如果呢 边墙设计长一点就会好一点 同时 指定袋里面没有锁带 所以气质的时候会有困难的 被问到 将来这些袋有没有改善空间的时候呢? 那谢子文就说 当然可以改善空间 不过呢 现在生产了的袋就先用 将来就会再作改善的 那关于袋的形状问题 其实是代表了 根本政府想得不够长远 他们只是脑子 假设了 只有家居垃圾 就没有想过一些 商业的环境 会不会是需要 特别形状的垃圾交袋 因为我们平时家里的垃圾 通常家里的垃圾 垃圾不会装到这么满才扔的 都是说每天晚上扔一次 说你多还是少也好 垃圾就免得隔夜的 对不对? 而且家里的垃圾 家里的垃圾 大小异便 你自己去厕所解决的 所以正常来说 你家里的垃圾桶 是不应该有大小异便的 除非你有小朋友 又或者是有老人家 但就算有也好 都是一两块尿片而已 但是 对于一些袋舍来说 他们是几百张尿片的话 你还是用普通垃圾桶的概念 是不行的 特别就是 老人院的尿片里面 很多什么 我不需要去说 还有就是 我不管你老人院也好 还是幼稚园也好 大家都是一个 牟利的商业组织 对不对? 哪有可能就是 我的袋子 不如等它八成满我就扔吧 对不对? 我是商业组织 那我当然在垃圾桶里面 装爆垃圾 装到十成满 最好装够十一分满 我才拿去扔的 对不对? 我们平时扔垃圾 就是因为垃圾桶里面的垃圾 放不够十分 可能只有八成 那我们就有空劫位 可以去打劫 绑死垃圾 对不对? 但是 别人商业组织 它会不会就是 空着两成位置 另外开多个胶袋 我们再增加开支 不会的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垃圾桶里面有索带的话 哪怕你的垃圾装爆了 装到十成也好 我都可以就这样拉一条索带 相对是卫生地 可以解决得到 气质垃圾 和令垃圾不会外露的问题 很明显就是 垃圾桶的设计 当然啦 政府那边的垃圾桶呢 它会说我们有很多垃圾桶 但是所谓的多款都是说 不同大小 但是没有想过不同形状的垃圾袋 所以在这里 都可以大致上 规则哭得到 会不会 其实真的想得不够深入呢? 虽然有些人就说 垃圾整肺我们谈了20年 但是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荒谬的情况? 就是说 我们谈了20年 但是 连不同形状的垃圾袋 都好像还没设计出来 对不对? 所以不要经常去拿那些 我们谈了20年 香港不再搞 我们就辞过人家20年了 不要说这些了 你给我交代一下 为什么20年来 都只有一款垃圾袋? 好了 继续看下去 对于有屋村的厨余机爆满 当局会不会增加配套呢? 借子文就强调 先事先行 目的不是收钱 是希望市民的改变能够配合到 即日常改变 慢慢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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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将来会多些厨余机 让市民去用下的 又或者希望市民愿意付出多些 就走远一点 对于8月1日 究竟是不是那条死线? 借子文就说 没有太多数据 都是要等5月6月回到立法会交代 好了 现在其实都4月20日 都月底了 对不对? 所以都不要说等他5月份报告了 我们直接等到6月底 看看有没有一些很破格的报告 还有希望其他政党 其他立法会议员 都有跟着我之前那集说的 即是自行收集不同数据 反映给政府知道市民的声音 或者可以迎来一个 市民秤心愿意的转机 其实环保这一件事 你随便拿着麦克服 在街坊问任何一个人 个个都说好呀支持呀 即是好像这样说 你去问任何一个人 你希望非洲的小朋友过得开心点? 希望他们有饱饭吃? 如果你是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来说 那个个都会想的 对不对? 但是当回答完照片后 突然之间那个人就拿出一份合约 就跟你说了 不如你签了我们这份合约吧 每个月在你出粮户口 自动转账1000元就去非洲那里 确保那些小朋友就有饱饭吃了 你刚才说了你希望非洲的小朋友吃饱 但是这就是另一回事 因为你要叫我每个月给钱 给到什么时候不知道 中间的慈善组织有没有贪污舞弊 不知道 你只问我一句 他妈妈是否是女人 回答了你是后 就好像无端端给了一个天大的责任 给我去负责 其实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有点而那过 对不对? 接着我们就继续去看第二个环保话题 下星期一即两天之后 将会实施首阶段 管制即气胶餐具和其他塑料产品的法例 走数在即 不少的食肆都专售其他替代产品 例如纸制又或者木制的外卖餐具 有网民买了一碗热的粥外卖 尝试用餐厅提供的木制池根去吃 但是就发现 由于木制池根较为细和扁平 很难一斤一斤不离食 有不少的网民就热议这件事批评 木筋的设计都挺反人类的 而且有些网民都说 哎呀 这只池根浸到淋了很难吃 其实每次有这一种的影片 其实都还有其他的 例如用一只木制的叉 或者是纸制的叉 去刺烧米吃 刺不了 然后每一次环保署 都会去拍一条影片 博咀就说 不是呀 我用木餐具 我刺到烧米我吃到粥 但是环保署是说少了一件事 环保署你用哪一批的木制餐具 你怎么知道人家店铺 人家为了符合你环保 然后他又要省自己成本 人家用了什么垃圾质量的 木匙筋和纸匙筋给人 人家为了环保 然后特意推一些 厉害垃圾的餐具 出来给人 人家又真的吃不到粥了 现在怎么办呢 你不可以说 我有钱 我的筋很漂亮 所以我就吃到粥 你吃不到粥就关人家 你不可以这样 对吧 还有一种 网上的风气去暗示 或者叫做暗地里去怪责 就说 有人这么大个人都不懂得拿筋 不懂得用阴力去刺烧米吃 你手这么拿 你什么都不能吃烧米吃 大哥 我懂不懂得拿筋 我懂不懂得用叉用筋 是不影响我的 为什么以前 就算我不懂得用叉用匙筋 用筋 也好 但我以前吃到 现在换了第二批餐具 我先吃不到 这些你不能怪使用者的问题 因为确实是说 现在手上的物料 材料转了 现在是说 其实环保组织 食肆 你需要去确保 哪怕你转了任何物料 别人都要正常能够用得到 然后整天又说 这个你都只是木匙巾 你去浸着它一会儿才吃 那当然吃不到 我喜欢怎么吃东西 这是我的食癖 我喜欢插着脚筋 然后炎碗粥热 我喜欢冷几小时才吃 那怎么办 以前的脚筋 脚筋是没有任何变化 我喜欢吃冷的粥 那怎么办 是不是不应该说 因为我选择环保 又或者被迫环保 我用木制餐具 甚至乎是连我人身自由 连我如何吃东西的方式 我如何拿着我的餐具 都好像要被人间接控制住呢? 甚至乎就是说 因为环保 所以变了做 我喜欢吃东西 我喜欢吃东西 我有时间 但是就好像被人逼了 就说 喂!15分钟吃完碗粥它 你以为现在上班放午餐厨? 如果你是这样给钱我 我趕着要上班赚钱 那不要说15分钟 我5分钟都可以给你吃完东西 但是你有没有钱给我 钱呢? 又不会带我袋子 反而就是说 因为这样又要加价 我又要给多些钱 是不是? 又或者这样说 你是我父母 你是我父母的 你可以控制住我 吃快点啦 吃快点啦 赶快点啦 趕时间啦 你是我父母的 你可以这样控制我 所以我是觉得 就算相关组织 你拍多少 去为木餐具澄清的影片 是没有任何意思的 因为 只要有任何一间的食市 因为提供一些劣质的木制餐具 导致有人 吃这一餐饭 吃得没那么顺利 吃得没那么流畅 这个就已经是一种错 因为你这样要去限制 别人怎么吃东西的那些性 其实就真的 用环保之明去干预 去侵犯他人的自由 唉 还有 不要说什么 这么虚浮 什么自不自由 人不人权那些 其实大把的铺铛 物业管理公司 都用环保之明 加了不少价 不过话虽如此 我现在说就空狠 但是 4月22日 我也是一个 环保的小市民 我也是会 人家派那些 木餐具给我 我也是用木餐具 而且相信 禁止交餐具 走费这件事 这个会成为永远 这个应该没有变 接下来要看 就是看看 8月1日之后 究竟 那个垃圾经费 有没有转机 所以 木餐具 大家都需要 跟它共存 不知为什么 拍这条片的时候 这条片突然之间 挺顺利 所以搞到 这条片说话 这条片尝语传涌 不像其他影片 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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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去下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未成为新闻 我自己用口翻译一下 不过司机大哥说了很多粗口 所以我自己也过滤一下 司机大哥就说 有个客人以为下来香港就大了 搭完程车 就逼自己一定要收微信 还说香港回归了大陆 所以香港人一定要用微信 以及要用人民币 最重要就是 这个内地旅客的态度 是一点都不好 一到步的时候 就大安指引出电话 就说要用微信 司机就形容这些人 就实在太过XXX了 说起坐的士 我最近也有经验的 我上个星期六 刚好一个星期前 就去了澳门 但是我跟大家说 我是坐朋友车 我朋友是港车不上 他是没有澳门车牌的 所以那时候 我在黄大仙 坐他的私家车 接着 铲到珠海之后 他就拍车 接着 我们就下车 用脚去到澳门过关 过关之后 都要坐的士 才去到当日的场地 那时候 在的士上 我都问过朋友 你下载了澳门的NPay 和你入了钱 所以 这次的士 你先给钱 之后我再跟你计算 接着 的士司机 听到第一时间 都说 不好意思 我们不收NPay 你们有没有足够现金 我们只收现金 不过幸好 最后我问回 原来他们也收港币 不过 就没有你回率 那些什么 但是 没问题 因为那时候 都说时间 因为我没有记错 港币 是值钱 过澳门钱的 所以 我们跟回银码 比的士司机 比较多 比较多 一点 其实我认为 作为一个旅客 虽然你是消费 你是给钱 你是老板 但是 我自己都会觉得 当你去到一个不熟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你是有义务 要去第一时间问清楚 究竟你这个服务 你是收什么 不收什么 因为 在香港来说 内地的微信钱包 真的不是一定 每个人都有 因为我齐了所有东西 所以 我知道以前开通的时候 有什么麻烦 对于一个香港人来说 有谁真的 每个人都 我有了内地电话号码 我有了内地银行户口 因为 如果你没有这两样东西 你是开不了内地的微信钱包 所以 我是觉得 真的不是每一个的士司机 都能够有这些东西 不是说 每个人都一定会不上的 而且 不上的时候 现在只是支付宝 用香港支付宝 给钱都给到八成 是不是 都能够无所谓 还怎么会 特意浪费时间 去开内地电话号码银行 你说 我将来 我觉得自己将来 可以在内地发展 我才搞定这些东西 但是 别人的士司机 不是的 是不是 还有 内地的微信钱包 如果别人没有开 就算 你硬加上 别人的微信好友 你发卖红包 给别人 就是因为你的红包 里面是装人民币 所以别人 哪怕是一元人民币 都收不到 不过 当然 我开通了 所以 各位 就算给人民币 我什么都收的 不过 说笑话 就来到这里 说回正经事 其实 我觉得 作为2024年的游客 还有 每个人都在手机更新的时候 当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陌生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应该要自己上网查定 究竟有什么是可以 有什么是不可以 因为各处乡村 各处来 有些东西你觉得是应份的东西 转了第二个地方 别人就不觉得是应份 就像新界人那样 新界人会觉得 开单车上班很正常 但是对于我这些 附近没有单车径的九龙人 对于一些港岛区的人 会觉得 开单车上班 有这些东西的吗 不危险的吗 也会有这种 大家价值观的冲突 甚至就是说 你明知道香港是用港元 内地是用人民币 居然都可以大安指引 那种的态度 特别就是说 大安指引那种的态度 有时候已经不是说 究竟是不是支付宝 还是微信支付的问题 这是人的态度和性格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呢 今次我是支持的士司机 虽然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士司机 收现金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但是 今次都真的 那个女乘客态度 是有问题在先的 然后呢 因为自己没有做足的准备功夫 甚至乎 扯上一些民族大义 扯上一些政治东西 去说 去为自己的行为 去打掩护 老实说 如果他自己说的说话 是有道理的 他做的东西是合理的 你用来扯上一些政治的说话 去为自己保驾护航吗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 逢亲的士司机就骂 逢亲的士司机就针对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以事论事的 不过我发现 一种大安指引的心态 逢亲上了年纪的人 在这方面就比较固执 不知道是否因为上了年纪 就觉得经验代表一切 可能是这样的 例如都会说 怎么搞的?我十年前这样给钱都可以 为什么现在不行? 例如一个固执的香港人 回到内地 现在回到内地去洗的时候 随时会有这些对话 我十年前拿现金就可以了 为什么你们现在不收? 我是尊贵的香港人 有钱都不收 你们是不是傻? 你们东门不收港元 中国香港的钱都不收 你们是不是想搞港独? 我待会通知国安抓你们 其实反过来 你说内地会有些大安指引的人 然后又在阻骂又闹 其实香港回到内地的人 同样都会有 总之就是这一类的人 我自己也是觉得 比较黑人真 因为世界不会围着我们转 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只是普通人 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就要顺应这个世界来生活 例如说现在进入了电子化年代 那你就要去学习一下 如何使用这些电子东西 学习一下如何使得自己的生活更方便 例如说交电话费的时候 究竟是每次都要去旁边的商场交 还是说凌晨就来睡觉的时候 想起还没交钱 按两三个按针 三秒交了它呢? 这些你就要去学习 这些就是要靠去准备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紧张大师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要准备 因为我自己都担心很多东西 有机会做不成 所以我每次去一个新地方 特别是第一次过关的时候 我也有点担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身体不是那么好的 其实我随身都会有西约去做准备 因为有时候万一真的去到录音了 但如果气不好 又咳真的不能够 有时候可以很大件事 所以随身代定一两包西约 有什么事呢? 吃了它 让气稳一点 之后才慢慢去收拾身体 我过关的时候都担心 就说糟了 我的药当然正常 普通药房都买到一些咳丸咳药 但是我过关过机的时候 人家会不会当我是非法药物呢? 然后又扣留我在黑房子里 审判了8个小时 然后又要坐在那里等 等到药物有发现报告才可以让我出回 那我到时候 不是所有行程都做不到 所有事情都做不到? 然后我自己也就着这个问题 上网查 然后上网找到一些答案 有点虚无缥缈之后 然后我再去问一些 身边信得过的朋友 就说这些普通的事没有事 我不是抱着心态 大安旨意就说 我这些必利痛的 怎会过不了呢? 只有两三个 怎会去查我呢? 以前我也是这样的 不会去查我的 我不会抱着这种大安旨意的心态 无论是否说旅客去付钱 还是怎样 你做人有时候 怎会的? 人家怎会的? 人家一定会这样的 大安旨意一定可以的 这些态度 有时候看见都会认真 特别有时候 看见自己的长辈抱着这种态度 有时候头都痛了 如果你说他大安旨意的事 是对也算了 但有时候 他大安旨意 以为人家一定会做的事 但人家又不帮他做的话 到时又是只会吵架 今集最后这个话题 都放了一些私人感情 好了 今集就到这里 明早再见 拜拜